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无兄弟不编程 大家好 我是Lamp兄弟来的从好老师 今天呢 我们要讲解一下 HKMI5的表单部分的改变 那主要是 看一下HKMI5 给我们提供了 哪些更加智能的 表单标签的使用方式 和对我们表单做出的一些修改 好 进入主题 首先讲第一点是便于排版的form表单 那么在XHTML或者说是HTML4.01的时候呢 我们在写一个表单的时候就都知道所有的表单标签 像Import标签 Select标签 TextArea标签 或者是Button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系列的什么呀 表单内部的标签 是不是必须放在form标签中签套使用才可以 是不是 好 那这是之前的版本 那HTML5呢 为了考虑我们排版的方便 提出另一种新的表单使用方式 使什么呀 使我们的表单标签 使我们的表单标签 Import Select TextArea HorrorButton 可以完全的脱离我们的form标签 来进行使用 那使用方式也相对来说更加简单 来 那相对应用的使用方式呢 就是只需要你在页面中新建一个form标单 然后呢 给这个form标签提供一个ID就可以 剩下的就是所有的标签 可以关联到该表单当中 比如说这块ID叫Reestar是不是注册用的 那相应的我可以写一些 输入框 Import标签 或者说是选择框 Select标签 你想关联到这个表单 那你就给它提供一个form属性 这个属性是一个FMLC属性 form属性 指定到你想指定表单的ID上就可以 比如说什么呀 form Rext Rext 是不是 好 那相对应的 它们就是一个完整的表单 照样可以提交 可以使用 好了 那我们试验一下好吧 返回桌面 打开下面五 我们的智能表单 code 右键 新建一个页面 这页面叫表单表单 form.html 可以吧 来右键编辑一下 监挂问 不是什么 写写写写多了 监挂探号 DoC TYP 控制 HTML 然后呢 HTML开始 斜杠 HTML 结束 然后呢 HAT TOPLITY 是不是 HEAD 斜杠 HEAD 结束 然后BODY BODY 斜杠 BODY 结束 然后呢 咱要写FORM表单 是不是 来 传统的表单 很简单 那咱就不试验了 咱这试验信了 好吧 FORM表单 Action 是不是提交给哪个页面 好 我提交个本地行不行 Local Local CAL HST Local host 然后呢 Local host 下面的 咱没写协议 HTTP 帽号 斜杠 LOGO HOT 下面的 TEST 好吧 TEST .PHP 相对传送方式 METHOD MASTER 咱用 POST方式来提交 可以吧 然后呢 斜杠 FORM 结束 FORM 之前呢 我们写标签的时候 是不是 BG 什么 在这里边 写Input 是不是 在这里边 写Input Input 这个大家应该都理解 好 那现在HM5 你可以不这么写了 直接把它缩回去 不写 表单就放到一行就可以 不需要任何的嵌讨关系 只需要给我的表单 起一个ID 比如说ID叫注册 行不行 REGISTR 注册 然后呢 你想写都是个表单 都是你 Input Input TAP 等于 TXT 文本类型了 然后呢 NAME 等于 UDER 行不行 用户名 好 VALUE等于空 再来一个 密码 行不行 好 Password 类型 PSSWRD Password 类型 密码 NAME 等于PWD 密码 VALUE 咱也甭管它 然后再来一个 SLECT 好吧 S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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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等于 出生年月 是不是 YER 等下 年份 SLECT SLECT 结束 中间只需要填写 Option 是不是可以了 OPTION Option VALUE 等于 Sorry 来写几个值 1980 斜杠OPTION 结束 然后呢 中间写上 1980 复制几个 好吧 复制三个 就可以了 70 80 90 70 80 90 90 好 然后再来一个 提加按钮 叫B-O-T-T-O-N Sorry Input 等于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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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P 等于 Submit 然后呢 TAP.Submit RushValue 等于 注册 好吧 注册 好 结束 来看一下 现在表达能提交吗 大家想想一下 现在能提交吗 显然是不行的 因为它们之间是不是没关系 NT要给谁 NT要给谁 是不是点的都没反应 是不是 好 那LTML5呢 提供的新方式 可以在 所有的表单标签 表单列表 下 什么Input Select All-Tax Area 都可以额外加一个属性 叫FORM属性 FORM FORM属性 然后可以指向某个表单的ID 比如说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个RESTA 是不是 有个RESTA 是不是 这玩意儿 来 来一下 好 那我们给它所有本子章上了吧 好 所有本子都加上 好 那当然 提交也得加咯 不然知道给谁提交 是不是 再回来刷新一下一面 刷新 看到点提交 是不是传过去了 大家还没有 正在反应是不是 传过来了 是不是 好 相对的 我们可以在本地服务器里边 试验一下 学习软件 打开我的APM服务器 放我本地 好 没开服务器 关一下再开 这个大家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先不测 如果大家是一个美工 而没修个PSP 或者其他后台程序的话 可以先不测这块 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可以使用 好了 开启成功 我打发机开启成功了 打号的一面 咱是不是需要一个 TEST页面 右键新建 一个 TEST.PLP 咱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把接收到数据 什么 全扔出来 可以吧 全扔出来 那 兼管号 网号 PLP 终于可以写一个 是不是经常写错 兼管网号 PLP 网号 接管网号 结束 然后呢 咱做事情 先讲 VR 销线 Dump VR 当不出来 好吧 把这个信息 VR 当不出来 能接收到 所有信息 那 咱是不是用POSE 接收的 多了销线POST 多了销线POST 输出 对吧 来 返回我们的页面 页面 页面 当然 好 在这 做了 这个 右键 打开方式 列表6.7 好 那我们提交一下 姓名叫 统号 密码叫 不知道 然后 1980 注册 看 我的后台 是不是收到三个数据 user 统号 password 不知道 还有年龄 1980 是不是可以收到 是不是 但是我页面中写的 form 和相当的表单标题 是不是没有任何签套关系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把form拿掉 你就收不到 比如说把这个密码的form拿掉 可以吧 咱看一下能不能收到密码 还一样的 返回去 刷新页面 从号 这次真不知道 不知道 来 1980 注册 好 你看 是不是只收到两个 没有指定form属性 等于那个form表单ID的时候 就收不到那一个表单的相应信息了 所以写的时候 相关表单一定要加上form属性 这样是不是 什么呀 实现的form表单 和form标签的脱离 是不是 分开 那有些兄弟们问 这有啥用呢 好 现在看起来可能没用 但是这个 Zone对我们排版来说 比较有效 你想想 我可能在一个页面中排版的时候 需要这块写一个表单 这块写一个表单 然后这块写一个表单 然后这块写提交 但是呢 中间有可能穿插的 其他的表单类型 可能穿插其他表单 那怎么办呢 你一点提交的话 正常按照我们HMR4 或者XHMR来说 是不是所有表单必须嵌套 那你一点提交 是不是里边数据都C上去了 都提交过去了 是不是 显然这是不合适的 所以呢 为了排版的省事 或者说是为了排版的方便 我们HMR5 把相应的form表单 和input标签 这些标签什么 脱离了 你爱咱俩排 在哪排 你是不是 我在这排一个 在这排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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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点提交都可以 或者我这块有俩提交 是不是 一个提交 这是A表单内容 A表单内容 这是B表单内容 那我两个放在一起 可不可以 这是A的 这是B的 没关系 两个提交表单 一人控制一个 排版是不是非常方便 是不是 好 这个作用主要是实现我们的排版脱离 排版的方便 好 那继续来看 下面讲解一下 这是新增的input表单的新属性 这些新属性 应该是表单改变最大的一部分了 改变最大的一部分 主要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类型 我们以前学的时候 类型是taped in text 文本类型 taped in password 密码类型 taped in hidden 隐藏域类型 是不是 还有什么taped in file 文件上传类型 taped in image 图片提交按钮类型 或者是等等等等的 什么checkbox 是不是 复选框 video 代选框 等等 但是呢 这些还远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现在是email 什么 邮箱啊 地址呀 日期呀 颜色选择呀 等等的哈 都基本上是 所有网站都需要了 所以呢 html5直接就提 把它吗 把这些需要的 或者常用的一些 呃 表单类型 直接提到html5的标准当中 w3c制定的标准当中 那新增的有这些 taped in email email类型 taped in url 这个什么 网址类型 或者说叫网址类型 然后呢 data 时间类型 日期类型 time 时间类型 month 月份 week 年份 number 数字类型 rank rank 然后是滑动条 然后search 查找的按钮 然后color 颜色选择器 好 那我们这些就逐个写一下 好吧 我进行快捷写 来 打开我们的标签 把这个隔了一下 隔了一下 来一个hr 主题结束 那 emput标签 taped 等于 什么类型呢 好 第一个是email类型 好 name 等于email name大家随便写 或者叫邮箱 好 这个是防止大家写其一 啊 name和taped是两个东西 然后value 可以不写 空着就可以 那相对应的 我们是不是给他准备一个表单啊 比较好 好了 咱准备一个表单 好吧 来 咱甭准备了 直接给他行不行 直接还给这个什么呀 还提交给rest 就可以了 好 那相对应的 来 我们进行一次提交试试 返回页面 返回 刷写一些 为了好看点 在前面写的邮箱两个 因为写多了可能丢了了 所以咱写个注释一下 邮箱 对吧 返回 刷写 好 那咱写一个随便写一个 让你看我点提交 注册 是不是类型不对啊 弹出一个什么呀 一个小浮夸告诉你 请输入电子邮箱地址 是不是不行啊 好 这个不行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的taped的email类型 指定你必须输入 什么呀 email格式 也说白了 这里边记下了正德验证 如果你过不了正德验证 就会给你提示 拦下来提示 但是如果你不写 那就可以过了 如果不写 那就过了 这不算 所以大家不写的话 是可以绕过去 但是有其他属性来游数 一会就说 好 那这一块的话 我写个从号 at lamp lamp broth er 点 net 来看一下 怎么提交 油箱是不是 完整的扔过来了 是不是 非油箱就不让你过来 是不是 好 那油箱的正德 就是该怎么用的 说白了就是一个 内置正德的 可以不对 text类型 来再来一个 好 下面是什么类型 来看一下 是不是url地址类型 来再写一个 类型的url url 那对应的 我们叫url就可以了 就不写了 然后刷新页面 好 为了好看 咱得回个车 好 br标签 换个哈 然后呢 这一块是网址 或者叫url 来 刷新页面 url类型的话 你需要输入网址 3w. 百度 的 扣 能输过去吗 不是网址吗 不是 因为没有协议 http 冒号 写杠 好 这次就是一个完整的域名 注册 是不是提交过来了 是不是 我写其他的都是扔不过来的 看 是不是提示一个请输入网址 是不是 注意哈 这一块的url网址指的是带协议的网址 比如说这一块 这是一个网址 这的确是一个网址 来看一下他们能匹配上去 来 是不是提交过来 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fail 实际上是一个本地文件协议 那我们的在互联网上就是http 或者说是https https 是不是安全的http协议 这个是什么 网银 或者是银行的一些网站 才会使用的协议类型 等等吧 等等吧 ftp也是可以的 ftp类型也可以的 好 这是url类型 那下面是 data类型 data类型 表示时间选择器 注意是一个时间选择器 那 不是告诉你必须输入时间 来 data类型 data 好吧 冒号 尖号 input type 等于 等于什么类型呢 等于data类型 好 那data类型 name等于日期 是不是 好 value等于空 但是我们如果想借用别人提交一点的话 需要借一下foam 需要借用一下他们上面的foam 来 好 我们提交一下 注意这块作用不再提交 再选择 哎 这些东西大家以前是不是经常借啊 怎么用的 是不是我们经常叫什么 呃 JS插件啊 有一个叫日期选择器的 或者JQuery插件啊 是不是啊 相对应的 HTML5里边 因为这个非常常用 它已经给我们提供到标准当中了 也就是大家什么呀 直接用就可以了 流远器都支持啊 几乎所有支持HTML5流远器 都是支持日期选择器的 你看 2012年 16 11月16日是不是 来 11月3日 17日都支持 好 这种选择器 来 换个行 好 日期选择器之后呢 还有个什么呀 是不是时间选择器啊 是不是啊 什么什么选择器啊 时间 tip的时间这里行啊 好 那相对应的 time里行 input tip 等于 什么呀 time name 等于 时间 时间 value等于空 value等于用户输入嘛 是不是 等于空 然后呢 我们还得什么呀 借用一下人提交钮 所以指定到上面那个表段当中 放我们的 注册 写错地方了 好 开始 来刷新一下页面 是不是多了个time时间 大家发现没有 在这个流远器的time是没什么反应啊 是不是啊 你说这是选择器吗 不是啊 他也不是什么选择器 是不是啊 好注意啊 我们的谷歌目前不支持啊 所有的时间日期相关的 现在做的比较好的是open浏览器 来打开我们的浏览器中的opera浏览器 好 不用默认啊 咱看一下就可以 好吧 这是上次选的 来关一下 关一下 来用我们的open浏览器打开 嗯 code 右键 打开方式 没有 直接照改 open浏览器 好 来 open浏览器里这块就有时间啊 相对应的时间选择器 这是日期的 日期的 这是时间的 你看 是不是一天24小时啊 大家可以随意调整啊 可以随意调整 但是呢 你也可以指定 比如说是12点12分 那这次再加的话 它会在你原来的基础上去增加增减 小减 哦 这就是时间啊 它的是24小时日制 注意时间选择器是24小时日制啊 好 那这是时间类型 就这样这么多 时间类型注意哈 只在open浏览器支持啊 加浏览器目前的时候还没实现 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 月份tipety month 月份选择器 来写一个 好我这复制了啊 好我这复制了啊 来月份 Moth Moth O-N-T-H Moth 西洋对应的类型就是M-O-N-T-H 然后是月 月份 好来咱看一下 西洋对应呢 在这里还是看不到的 注意 在这个 CROB浏览器 或者说猎豹呀 其他等的浏览器 都看不见啊 目前来说还只是open浏览器 能看 这块是一个 是不是下拉选框啊 一下拉 注意大家 一看到这眼说 你这不是个日期选择器吗 是不是啊 这不跟Date一样吗 不一样 你鼠标放上去你就知道了 你一次只能选一个月的 不能选某一个 来往下 上一个月下一个月 一次选就是一个月的哈 所以这是一个月份选择器 而非一个什么呀 而非一个日期 虽然长得一样 虽然说长得一样 虽然长得一样 好吧 好 那西洋对应来继续往下看 下面是一个什么呀 周选择器吧 是week周啊 是不是第几周第几周的 来 和月份很相似啊 我们还是复制一份好吧 week W-E-E-K week 那这块也写一个week W-E-E-K 然后呢 名字叫什么名字呢 叫周是吗 叫周 然后呢提交一下 刷新按钮 下来吧 诶 又是个什么呀 是不是又是一个 和学生性能性很像的 是不是 但是他一次选一个周 这次不是一个月了 是一次是一个周的 是不是 2012年的44个周啊 诶 下次大家如果什么 如果自己不知道 当前天 当前这一天是 是今年的哪一周的话 你就可以什么 用我们 ACEMO来检测啊 是不是啊 今天是应该是二十几号了 二十五号 是不是十一月 这不是十月了哈 2012年 十一月 二十五号了 是不是来选一下 今天是今年的第四十七个周 快过去了 一年是不是五十来个周啊 是不是 就是马上就要过去了 好 好嘞 还要往下看 然后下面是taped number类型 是一个数字类型 是一个数字类型 这个类型呢 指在约顾用户 必须输入数字 数字类型 来 它的类型是 NUMBER 好 数字 那这一块 是两个联系都支持 这块也可以 那我们在里面写数字 123 没问题 能提交过去 是不是说到个123啊 数字等123 是不是啊 好 但是如果你写一个 ABC 或者写一个字串啊 来提交 数字啊 没反应 在线错了吗 没有啊 ABC 回车 好 又变成123了 来 ABC 汉字123 是不是老虎返回你上一次的值啊 是不是 返回你上一次啊 最近一次写点值啊 它这里边就只能是数字 你填的任何非数字的东西 只要一失去交点 立马就打回原型 就没有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块只能是数字啊 你看一点 没了 一点就没了 只能写数字 当你写数字的时候就不会没有 当然整形复解形都可以啊 2.4 是不是也可以啊 是不是啊 来注册 值无效 他还不让写数字 只能写什么呀 只能写整形了 那咱写整形了 好吧 你看后面提交 是不是过来了 一个5 一个数字等于5 相对的 这块如果有值的话 你可以使用什么呀 往上调整 往下调整 这个是不是在什么 购物车里边 是不是用的比较多呀 是不是 以后大家再不用写这些插件了 直接什么呀 直接用你可以了 而且自带正在验证啊 如果你不是什么呀 不是字不穿你就不能用啊 不是不不 sorry 不是数字你就没法用啊 是不是啊 但是他给你默认改回来了 默认改回来了 这块有点不太好 好来继续玩看 下面是range类型 range类型 什么东西呢 是一个滑动条 这个相信大家应该都见过啊 来 滑 动 条类型 这个类型是 rang range 这类型 好 他实际上也是应该什么 用来传一个数字的哈 那咱叫滑动吧 滑动 刷写页面 你看 在页面中是不是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滑动条啊 来 列宝乱器也是一样 是不是有滑动条啊 只不过他们初始位置不一样 一个默认在开始位置 一个默认在什么呀 居中位置 而且一个没有刻度 一个有刻度吧 是不是 一个有刻度哈 这默认几个刻度 默认是十个刻度哈 那 相对应的range类型 他有自己的属性 比如说是最大值最小值 还有阶段值 来 所以他有些下属性 来最大值 max 等于 10 来 刷写页面 10个 来看一下这个 10个 大家现在可能看不见是不是 因为这个没刻度哈 那这个有刻度是不是可感觉 如果改一下非十呢 默认是十 咱给忘了哈 5个 5个 来刷写一下 嗯 是不是刻度变成5份了 1份 2份 3份 4份 5份 那当然5个连期看不出来 但是大家从滑动的情况下来看出来 1份 2份 3份 4份 5份 5份 是不是 好 这是我们的rend类型啊 rend类型 以前我们实现的方式都是用什么 是不是 插件啊 是不是 现在呢 谷歌 不是谷歌 html5呢 直接给我们提供的这种方式 就不需要写什么 不需要写插件了 好 那我们默认是2的倍数是合法的好吧 2的倍数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 2和4是不是 024 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好 注意 返回 这是不是0的位置啊 然后呢 你看我这不是选中不选中不了1了 2 4 然后5拉不过来 你看没有 拉不过来了 5 因为5是不合法值啊 先看一下这个比较明显有刻度 是不是 来 注意他的刻度可能不一样啊 这个 嗯 这个谷歌热量器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open热量器 他们的刻度设置不一样 这个从0 这个是从1 1开始的啊 这是2 而谷歌是从0开始的 这是1 谷歌这是0 而open这是1哈 所以2在这呢 3拉不过来 那1拉到4了还没有 那5也拉不过来 是不是啊 好 24啊24啊 那超出限制 实际上是超出限制过去了 是不是合法值啊 是不是啊 所以设置合法值是需要大家什么呀 哎 好好计算一下 不要乱设置 比如说这10就比较不错 那设置10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什么呀 02468 是不是啊 02468 02468 10是不是 0 你看5下 02468 过去 是不是啊 相对的open也可以哈 2468 哎 最后一个10 好 那还剩两个 一个叫设置 设置实际上是一个搜索框啊 搜索框 来咱复制一下 好吧 这个属性要多啊 来把它删掉 设置没这么多属性 那search的意思是搜索框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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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search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区别啊 没有吧 是不是啊 实际上search 算了没改字啊 实际上search 就是一个搜索 条 那这个条呢 和我们的text条是长得一样的 还是长得一样 找不出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唯一的不一样的方式 你可以给后面加一个result等于n 让他写出一个小搜索的图像 小搜索图标 来咱加一下好吧 来咱哪呢 我在这加一个属性 result等于n 这个时候你再看谷歌连期就有点不一样 刷新一面 是不是多了个小搜索的按钮啊 是不是啊不是按钮 sorry 是个小图标啊 是不是啊 而它是没有的 open 连期是不支持的啊 有说这个什么啊 这个搜索的小图标也就谷歌连期 或者列宝连期支持而已 但是大家没必要纠结这个啊 如果说大家不喜欢用的话 那就别用了 它和text tip to text 是一模一样的属性 来继续看最后一个是color是不是啊 这个比较好玩 因为我们之前选择颜色的时候 都喜欢用什么啊 颜色选择器吧 是不是也是和时间一样 是一个插件 Js for jQuery的 来颜色 那颜色是color COLOR 那我们看一下颜色该怎么用呢 它这个比较简单啊 直接就是颜色选框 一选开的时候 就会自动打开系统的颜色选择 这应该是什么啊 在系统里面经常键吧 是不是画图版里面 系统你选择某个颜色 然后呢 添加自定页 然后确定 就选择了 然后你提交过去的时候 就把颜色值给小拐了 你看颜色的值是不是在这啊 颜色值 什么景EC18B 是不是 好 当然这块咱忘了改东西了 这个怎么样 这个名字没改了 这是搜索 然后这个是搜索 对这个是颜色 好 那这样可以了 到这一块为止呢 我们的input新类型 就算讲完了 分别是email 邮箱类型 url 网址类型 data 日期类型 time 时间类型 month 月份选择器 week 周选择器 number 数字类型 然后range 滑动条 search 搜索条 还有color 颜色选择器 那这些看完之后呢 我们继续把它看好吧 来 HR结束 主题结束 继续把它看看我们的滑动片 下面会讲一下新增的表单属性 那新增的表单属性 那新增的表单属性 一共有四个 这四个都是什么东西呢 一个个来看 第一个是requered requered 是请求的意思 相对于来说 它在我们的表单意思中表示 必填 必填 必须要填写 否则的话就传播去 来给大家填一个 因为我们说了这个邮箱 大家看一下 邮箱如果不填的话 能不能提交 是可以提交的是不是 但是我们现在给邮箱加一个属性 叫required requered requered 它是一个单属性 你可以 让requered requered 也可以去想requered 这次再来看 刷新页面 我提交 诶 还没有 不让我提交了 直接提示我 请贴写子字段 诶 是不是再也不用什么 不用js判断 这个字段是不是空了 是不是 提交不过去 根本的提交不过去 所以呢 我们的新属进去requered 就是设置 某个表单为b帖写箱 好吧 那这个是requered 来进行看 下面一个是placeholder 好 placeholder 什么意思呢 默认值 那我们之前写默认值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应该当然写 是不是在value里边写默认值 是不是 来咱简简单的一个 写个text好吧 默认值测试吧 默认值 来 input type 等于 tsttext类型 name 再等测试吧 就测试 tst测试类型 tsttext类型 到value 等于 好空 刷新秘密看一下有没有 是不是在这啊 默认值这个 咱加一个回车吧 好吧 主车 来 再过来看 好 这是默认值 那正常情况下 如果让它写是默认值的话 我们在什么 是不是只能在value里边写 是不是 好 这里是 默认值 来 刷新一下 是不是在这边写了 但是这里边写有个问题 如果用户 不改变你 或者你没有js控制的话 我什么都不写1.71 你这里就算 就会被提交过去 当然就快有它限制 咱先把限制先取消一下 好来看一下 不用取消这个 直接在页面中 太不冷 直接写一个 你看我点提交 有什么样 真反应 好 有了 就我点提交 你看能不能输到这个默认值 好来点提交 你看提交这块 sorry 忘绑定了 忘绑定人表达了 是不是 放表单绑定一下 好 这次没事了 返回 刷新页面 来 然后选一个 提交的时候 你看我这块不改默认值 直接提交 不是后台就收到了这里是默认值 是不是 但是默认值一般是给预估看的 而不是给后台接受用的 所以这个默认值是不合不合理 应该说是不合理 所以我们是吧 固体上在value里边写默认值 虽然说以前迫不得已 但是有了html5之后 大家可以什么样 不在这里边写了 直接使用一个新属性 叫placeholder属性 所以往上架 placeholder p-l-a-c-h-o-d-r 写一下 placeholder属性 这次我们不要它默认值了 还在这块改 叫p-l-a-c-h-o-l-d-r placeholder属性 那这一块也是写四五串 用来写默认值 我是新的htmlfile标准默认值 叫默认值 刷歇面 是不是有了 是不是 而且大家需要注意 我提交的时候 你看我现在要提交 我不改里边有字 是不是 灰色一提交 你看 后台这个测试能收到数据吗 是不是收不到 是不是 那我们这个稀属性 就是专门用来设置默认值的 并且这个默认值 不会传送过后台 而且你写新东西的时候 一往里写东西 默认值就没了 比我们value是不是好很多 是不是 当然value的用法 也可能会有一些地方用 比如说什么 用户不填就使用默认值 也有可能存在 所以使用value 还使用placeholder 看大家的实际使用情况就可以 那么还是两个属性 一个叫autoforce 什么意思呢 自动聚焦 来刷新一面 你看我现在如果刷新一面的话 没有任何一个表单处于什么呀 处于选中 或者说这个聚焦状态吧 就是什么 就是有这个小东西在点 是不是 没有任何表单处于这种状态吧 好 你看 然后呢 我现在给某一个表单 加上自动聚焦属性 比如说这个数字好吧 数字是number 出自这个 加上一个自动聚焦属性 叫autoforce f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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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force 等于autoforce 就可以 当然也可以写一个 咱说过这些单属性 是不是 注意看我刷新一面 刷新一面 你看我一刷新一面 或者访问一面 是不是自动就把这什么 数字选中了 你看我 回车 是不是自动选中啊 是不是啊 这是自动聚焦功能啊 说白了是提高用户友好的 对我们程序员来说 编程可能没什么大影响 但是对用户 用户的友好提升来说 应该比较重要的 什么呀 你的页面中如果某个表单 必须用户填写 而且不好找的话 你就直接什么 跳过去就可以了 自动聚焦功能 还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叫parten 那parten是什么意思呢 parten是正责 我们可以自定义正责表达式 也就是说什么呀 我们再也不用JS来判断了 可以直接在什么 HTML里写正责 这也是一个突破啊 我们的什么 HTML能判断了 这也是一个突破 那相对呢 我们用text来测试好吧 为了写的写的简单点 我们就让他写一个 纯数字就可以 或者写一个A到Z都行好了 PATTERN属性 好等于 等于一个正责 那正责怎么写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学过正责表达式哈 如果学过的话写起来 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 来 斜杠D 然后呢 三个 我这一块的意思是 必须在这个表单中 什么呀 提供三个数字 否则你就不能传到后台去 不让咱试试好吧 刷新页面 好 负责不负责不管了 那是不是用这个啊 AA 字符串吧 来 还有个必须要填的这个 好 选中了 提交 你看 行与所要求的格式保持一致 是不是过不了啊 怎样 撒数字是不是 再给撒字符串是不行的 撒这个字母是不行 来给三个数字 提交 是不是就过去了 是不是 三个一 这就是我们的PATTAN属性 用来自定义证者 用来自定义证者 这个属性来说应该是比较实用的 比如说你看 这里边并没有给我们提供电话格式 就是TEL TEL 没提供吧 是不是 其实早期的时候呢 W3C考虑提供TEL格式 但是有个问题 每个国家的形式它不一样 所以肯定还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什么 政责来自己定义一个 适合自己国家使用的表单 是不是 好 那是新增的表单属性 继续看 剩下的东西不多了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另外一个东西叫自动填充表单 叫AutoComplete 自动完成了一个表单 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用来给我们做提示用的 大家在访问百度的时候都有一个 东西 应该大家都见过 来咱用谷歌康康康吧 用这个列号 3w.百度.com sorry 这跑错地方 192 跑这来 上不了网了现在 上不了网了 你哪给忘了 你哪给忘了 你哪是 我看看 糟了 自己家上网你哪给忘了 好 那什么东西呢 咱不看了 好吧 咱直接在换里面看 就这个东西 你在一个表单里边输入一点东西的时候 它会自动出来很多列表 是不是 这个之前啊 我们的搜索块用的是什么呀 用的是阿甲克斯配合相近的一些 做我们来进行操作 那我们表单这块呢 新提供了一个 叫Data List的标签 可以为我们的Input表摊 提供一系列的提示 或者说是一个填充的一个东西吧 好 来实验一下好吧 好 HR主机结束 这个是自动填充表单 自动填充表单 自动完成或者自动填充都行 好 来 要不要先结束 然后呢 写这个表单 交东西比较少 第一个是Input表单 肯定Input哪里选择 是不是 然后呢 Table类型就不用管了 等于TST 然后呢 Name等于自动 AUTO 是吧 然后Value等于空 不用大家填写 是不是空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需要写一个什么呀 列表 那列表就是我们刚看到的这个Data List 数据列表 是不是 Data List 好 那Data List怎么用呢 直接Data Lis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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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 拍的是不是 然后最近这个谁 郭德纲拍了个车带窘图 是不是 车带窘图 然后呢 徐征今年又拍了一个泰炯 泰炯 泰国的泰炯 泰炯 好 泰炯 这个可能是12月份 11月21号发布还是几号 这里大家可以留意观察一下 我跟他没关系 不是给他做宣传 只是我关注到而已 好 先对面的 我们这块是不是有列表了 那有表单了 他俩有关系吗 现在 没有关系 所以呢 如果想把他俩关联到一起的话 我们需要做点小小的改变 就是 这一块需要list 来绑定某个什么呀 bit list 那我们这块就叫 电源好吧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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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对应的bit list 是吧 就指定个id 然后让他绑定上去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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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效果 ok 刷新页面 来 树标点上去 嗯 写错字了吗 看一下是不是写错字了 data list data list 没错啊 data 看错了 行不对的 data list 你去把热搜的东西 直接放在这里边 你把它删掉 一点 用户一块一点 把热搜的放在前面一点 然后点搜索 是不是就相应的内容就出来了 是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的智能表端中的自动填充表端 是不是对用户来说是有好多了 是不是啊 对程序员来说也好多了 什么呀 以后直接写个date list 放这摆着 然后用阿甲克斯 直接把什么数据 从数据库里扣出来 填充到date list 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再也不需要什么呀 不需要下来列表一个个来写了 是不是 有个麻烦啊 好 那自动填充表篇我们写完了 主题结束一下 剩下一个叫output标签的使用 output标签呢 是ATMI5里边的新标签 这个标签呢 作用不大 用法也很简单 来看一下怎么用好吧 其实就是为什么呀 input标的输入 output是不是就输出啊 是不是啊 输出表单 output 来br开始一下 那然后怎么用呢 先写一个表单 form 然后呢 action 咱就不提交了 本来就不用提交 这个这个标签的使用 post等于test 什么什么等于test messor等于post method messor等于post 好 form开始 form结束 斜杠 form 然后呢 中间我写上两个input标签 table 等于num br num 那么等于noe noe 可以吧 然后value等于空就可以了 然后呢 相对应的再来一个value2 不是noe 第二个数字 那我们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计算的东西 是不是 比如说多少个产品乘以多少个单价 得总额多少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就output来接收一下计算之后的结果 output 说白了 output的作用 就是用来接收一下input表单中的临时计算结果 那用output就可以了 那相对应的我们依然给它指定一个name 依然需要指定内容 内容等于结果吧 is result 可以吧 好 那有什么用呢 现在看来没用 我们需要试验触发一下好吧 on input 表示你填完input的时候触发一个试验 什么试验呢 那如果点了啊 如果填出数字之后呢 result result 中的结果就等于noe的value 它的值乘以或者加上都行啊 咱用乘还是加 乘以吧 好了 乘以啊 no2的value 好 来个看一下好试不好试 好 理论上来说可能是不好试 来刷些面 来 三 三 三 是不是九号试啊 是不是啊 好 那我说为什么不好试呢 可能是这个需要一下转换 因为咱输入的值 如果不是一个整数 而是一个字符串 它需要一些转换啊 这个不能保证所有练习器都好用 所以呢 最好在使用的时候 机器形式什么啊 强制转换 pouse pressint 是不是啊 来 parseint pouseint 强制转换什么啊 是不是整形啊 是不是啊 强制转换整整形 然后再预算 然后呢 把后面这个也强制转化一下 parse 掏上括号 来 再算一下数 这次就保证所有两期的万物一世了 9 你看8ana 它不是一个数字 没法乘啊 来8成8的64吧 是不是啊 8成9 72 是不是啊 3927 是不是啊 没问题吧 是不是啊 包括加法 减法都可以用啊 只需要什么啊 改变一下这个 预算符就可以了 来 加法 3加4 因为你后面没输啊 所以是空的 3不能和字符串想加 是不是 3加4就得起 这样是不是就计算出来了 是不是啊 好 那这就是我们output表单作用 就是为输出啊 而且什么呀 没样式啊 而且没样式啊 没样式是不是啊 无限因put表单还有个框 那output就专业表现就可以了 有些人怎么说 那这样还不如用个啊 呃 spam表现是不是 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没人非得强制大家用output表现 如果大家用的不习惯 就可以不用 好了 那么本章内容就到此结束 智能表单内容就这些 希望智能表单的学习 能给大家以后的学习和工作 带来便利啊 好 那本章内容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别骗替老大图上的 洛盈亲友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php 春年不学校处处学php 再听愿做笔意 再订阅学习修php 助理寻踏千百度 不然回首 那人正在学ph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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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作詞 作的 作曲 圖片 我們自己的作曲 組別的作曲 組別的作曲